2月23日,22名新冠肺炎患者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治愈后集体出院 其中包括三名重症转轻症患者 截至目前,上海的治愈出院率已超过74% 据了解,三名重症治愈患者均来自武汉 上海医疗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与治愈患者相约 等疫情结束后,一起去武汉吃热干面 谢谢所有的医务的人 对于备受期待的上海方案,张文宏指出 上海的救治方案简单来说就只有一句话 那就是把上海市所有的优势资源多学科团队 全部集中在这里一起救治 上海的重症法案讲出来就一个点 就这一句话 实在,上海市魏纪委 把上海市所有的资源多学科的团队 全部集中在这里一起救治了 哪些多学科我告诉你 他集中了上海最好的重症医学 最好的感染病学 我自己是感染病学 最好的呼吸病学 最好的心脏病学 最好的人工肺 还有呼吸治疗师 还有上海市肺科医院的一个肺酸塞的团队 只要你在上海 所有的医疗资源跟这个病有关的 全来了 你平时在上海看一个病 你哪怕在华山医院 在我们医院 你也觉得很厉害了 对吧 但是 生病的时候 你也不能把这些人都请过来 一起给你看呀 张文宏表示 这个病没有神药 上海方案就写在病人身上 对于这个病没有神药 唯一的神药就是 集中所有的优势资源 让这些病人 能够坚持下去 你问我上海方案 上海方案其实就体现在这些病人 能够纷纷的康复出院 上海的方案并不是停留在指头上的 指头上的其实不重要 上海的方案应该写在这个病人身上 所以这些病人都出院了 我就认为上海的方案就出台了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